吉安相公所与中央同步启动 110年疫情扩大急难纾困的作业 那么在第一波个人的纾困现金陆续拨款 汇入到民众的账户之后呢 从7号开始新增个人纾困现金申请受理以及咨询 民众拿着资料坐在柜台前 透过透明隔板咨询申请纾困4.0的相关补助方案 7号上午吉安相公所与中央同步启动 110年疫情扩大急难纾困作业 为了协助较为年长与不善于使用网络的民众 上网填报申请资料 向公所特别在广场前设置了户外服务专区 截至7日中午已经有超过百位民众前往申办 在去年两千余件的扩大纾困案里面 接近五百多件都是通过的 也在6月4号这五百多件去年的案子 已经汇入了我们乡亲的户头里面 所以就不用再继续来到我们的现场做咨询 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有一段的流程 我们可以分流来使用以外 也希望乡亲用我们的手滴 透过了QR Code可以直接做线上申报 而且简便的这样的一个手续也避免来到了现场 跟大家一起来做排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公所前摆放了好几顶大帐篷 前来的民众除了要依循防疫动线进出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之外 还得由乡公所人员协助量测提问 落实实联制措施 乡长游淑珍表示 在6月底之前 针对110年型申请索困专案的民众 请备妥身份证及账户引本等文件 可以加速申请流程 而尚未申请的民众也不用担心 有将近一个月的申请时间 大家可以先透过电话洽询 不要急在同一时段避免群聚 相公所同仁都会悉心作业 来确保乡亲的权益 记者徐立芹捷安相报导 感谢观看